周远 不要保险我一个人 我求你啊 对不起 不能要他 以后 坏了周远的孩子 喂 周远吗 爸 我有件事得告诉你 我 怀孕了 周远 摸 来摸一下 你说我们将来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好拿 叫 周远 你是不是 就是 不太想要这个孩子 菲菲 要不然 好了 你不要说了 对不起啊 是我给你添麻烦的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用多想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也不会让你负责 我就是想平安的生下的 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 有个依靠 有个牵挂 你不用管我了 你不用管我了 周远 你吃点东西 不用管我了 你真的不用这么自责 也不用这么发愁 我说过了 我不要什么名分 更不用你对我负责 但是你不能这么虐待自己的身体啊 这件事从一开始都是我不对 是我太自私了 我知道你故意不缺 但这些都是我资源的 你有工作 有事业 有你的朋友 还有你爱的人 你去陪他们吧 我这儿不需要你了 菲菲 走 菲菲 走啊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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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了 你个死羊子 你好 您是哪位啊 你好 我想找一下周远 周远 有人找 周远 你怎么了 周远 周远 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不要抛弃我一个人 你听我说 做了一个梦 我想整个世界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不想一个人活着 我求你啊 我求你啊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该出现在这儿 也不该打扰你和周远 但是我 我能没有他 我求你了 以后我怀了周远的孩子 快别跑了 你好不好 走 子绅 笛 不要 绝了 不要 争 ильно bleed 你 相过 你来干嘛呀 不说不想见您 走一边 别动了 别生气 咱们先放一放 如今外地当前 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对外呀 我跟你说 你这个时候劝紫禅他 肯定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事绝对有蹊跷 我怀疑 这一定是菲菲一个人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目的就是为了 控制和利用周园 你说这也有什么用呀 不用你说我都能操 它的关键是证据 咱俩之前忘了一个问题 你好好想一想 就那干嘛瘦的菲菲 她一个人能把 婚了的周园托酒店去 怎么可能呢 肯定有人帮忙啊 咱们俩之前 去酒吧打听了吧 但并没有去酒店打听 到那个地方 一定能有些收获 那你还愣着干嘛 还看你去呀 等等等等 先说说咱俩的事 这样 我找你一下啊 我 去找证据 你呢 原谅我 咱们冲冲雨昊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提条件了 我我再也不提条件了 不提不提不提 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 他 他 与 紫 紫山 你还有脸踢紫山 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你给我听好了 这是理由 别赶紧出去 会是都动我消息 别再让我见到你们俩 走 给我出去 出去 别让我看到你俩 周园 行 没事的 紫婶 一定能查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进来 为了你姐妹的事我都快跑端腿了 说吧 怎么样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周延当时就被迷倒了 是一个叫Tony的酒吧服务员 直接给背进去的 然后呢 然后我直接找高陪夫去了 高陪夫 你找什么高陪夫啊 你应该找那个Tony 这种地方高陪夫不比咱们清楚啊 我要直接有Tony的话 不得打草惊蛇啊 是不是 那高陪夫说什么 这个高陪夫就说 他 说什么呀你 他 他说要让咱俩演场戏 演什么戏啊 是这样啊 高陪夫觉得 Tony跟飞飞 他们俩串通好了 给咒烟下药 如果直接找Tony的话 他肯定不会说呀 所以就 你知道吧 咱俩的演场戏 你养个新君女 我 我养个成功男 你把我约到酒吧里去 然后去找Tony 你说你把他晕倒 晕倒之后我就生命 就煮成熟 生命煮成熟 就真的是这么说的 你碰碰你成熟你 你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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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就为了紫禅着想 真的 真的 你想啊 这事要不搞清楚的 咱谁都没有好日子过 对不对 我找别人又不合适 我只能找你对不对 紫禅我真没想占你姐姐便宜的意思啊 好 真不是你出的搜主意 真不是我出的搜主意 就是高佩妇出的 主意虽然搜了点 但好用啊 你想想你去替人紫禅考虑一下 出去 你看我话子说到这份上 你怎么还是 你不出去我怎么换衣服呀 那我出去干吗 我 我专门进去就行了 你换你的 你 彭运 不是 走吧 等会儿 你干吗去呢 大姐 去月店啊 穿成这样 去月店也是扑法的呢 怎么了 不是 你看看这鞋 看看这衣服这颜色 再看你这发型 麻烦你啊 大姐 咱俩是去演戏去了 你精业点好不好 你喜欢那种造型我不会 什么叫我喜欢这造型啊 等了等了 还是交给我吧 我来帮你打扮